性骚事件连环报 竟然连台北市政府也沦陷 公园处有一名六十多岁的 丁姓朱卫景遭报 长期性骚扰女职员 长达五年的时间 更从柯市府直到江市府时代 朱卫景仗着跟公园处长等高层 关系良好 还以长辈的身份 不只摸手摸脚 习臀习胸样样来 甚至还把女职员带到房间 关起门来性骚 时不时传骚扰简讯 让受害者不堪其扰 前前后后至少就有六名女性 指缘受害 去年十一月期间 已经有三名受害者 集体向上级申诉 虽然有召开调查会议 但没有留下肢体性骚的证据 最后只成立延迟性骚 其中一名受害者 已经受不了离职 但更离谱的是 公园处主秘竟然还在 进行性骚防治宣导时 把受害者的名字都说出来 让朱卫锦有机可趁 狭远报复受害者 但让受害者更心寒的是 公园处处理的态度 朱卫锦只被寄了两次申解 所谓的调离 竟然还能三番两次的 回来原单位 只要求这位朱卫锦 上下班到南港 去打卡 其他工作休息时间 还是可以在原单位办公室 这叫什么调离啊 我们绝对不允许官官相护 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 我们对于性骚扰 绝对是零容忍 要求包括公务局 包括人事处 主动积极的介入了解 一定要查明真相 误网误众 同一位朱卫锦 竟然可以犯下多起性骚扫案件 有没有人护航包 必得查个清楚 记者黄泉时光好 SN小组台北报道